國內爆發首起新冠肺炎機上群聚事件 先前確診的到美國工作女機師案760 她的兩名同事分別是案765以及案766 日本籍以及紐西蘭籍的機師都是在20號確診 主要中心調查三人是在12號搭乘同一航班 其中這名紐西蘭籍的機師在飛機上咳嗽 並且沒有戴上口罩 研判她就是這起群聚事件的感染源 由於案765在機上已經有症狀 案76076就在機上是受案765感染 所以是一起所謂的航空機的感染事件 總共有89個密接接入者 三名確診者都是貨機機師 代表機上沒有乘客 匡列的都是機師或機組員 但染源可能已經進社區 因為案765居家檢疫後趴趴走 主委中心調查她上個月28號到馬尼拉 隔天飛往美國 4號到台灣進行居家檢疫 因為有機師身份 只需檢疫三天 12月8號就開始趴趴走 12號更搭上群聚航班 但她表示自己沒有記錄 時間地點習慣 外出足跡 指揮中心還在調查 透過他的iPad的部分來做疫調 其實是居家檢疫三天 那機組員是 就空服員是這個五天 這個部分 就可以進入社區的這個部分 來做檢討 境外確診 一爆再爆 不少醫師憂心 會釀成防疫破口 前機管局長蘇一仁 接受平面媒體訪問 強調台灣除非鎖國 不然不可能百分之百防堵病毒 請民眾做好心理準備 可能有本土感染 加上境外移入個案的影響 研判耶誕節後到春節期間 將是最嚴峻時刻 因為太多人好不容易隔離之後 想要去狂慌一下 寧可安全為前提 不然這一爆發的話 大家不是像現在戴口罩就可以 而是可能會有封城 耶誕跨年將至 但境外確診人數節節攀升 臺灣防疫再好就怕會有黑數 醫師提醒參加耶誕跨年活動 還是戴口罩親洗手才是防疫上上策 至於楊世綏 楊翔玉台北報導